不知怎么的 陈继然心里如同一块石头坠着 让她觉得不舒服起来 寿远堂显然隐约听到儿子说话的声音 并没有反驳 陈继然眼前扶起姚七小姐清新秀丽的面容 姚家怎么也不可能答应 会将这样的小姐 下嫁给一个连平常人都算不上的寿文星 陈继然扮上没有说话 寿远堂开口说 怎么样 随儿爷可会来吗 陈继然这才回过神来 我让人再去问问 没想到崔毅婷架子这样大 等了两个时辰 寿远堂终于走不下去了 明知道崔毅婷是个出生牛犊 现在她却又不敢得罪 寿远堂写了张帖子 三爷 让人帮我送去 帖子上写得清清楚楚 她又不是没见过崔尚书 拿长辈压下来 再提起寿家和五星侯的关系 到时候崔毅婷应该会见她 送走了寿远堂父子 陈继然起码到了崔家 崔毅婷正忙着和幕僚说话 陈继然就坐在堂屋里喝茶 你这是怎么了 看着眼睛发直的陈继然 崔毅婷进门坐在一旁 陈继然这才回过神 将手里的帖子递给了崔毅婷 是京城的寿家三老爷 寿家 是姚六老爷的七族 这样送帖子来 是觉得他作为崔家子弟 会给崔家京中的旧时一个面子 你还记不记得寿家有个少爷 陈继然说出这话 立即就摇头 我们只是小时候见过一面 你不认人 肯定不记得了 崔毅婷朝陈继然看过去 语气淡然 你说的是寿文星 陈继然有些诧异 没想到崔毅婷还能记得寿文星 那就是 那就是他 他要娶姚七小姐 崔毅婷端着茶碗的时候 顿时停在半空中 目光微深 你说什么 我听寿文星说 寿远堂要为他求娶姚七小姐 一个女子年少是靠长辈 嫁人靠夫婿 姚家很懂得什么叫做府邸抽薪 怎么让一个十二岁的小姐乖乖听话 姚家和寿家 做出这种卑鄙下贱的事 还真是和从前一模一样 为达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因为沈家和姚七小姐没听话 姚家就想出这种招数 姚老太爷一身浩然之风 让人崇敬 让人崇敬就做出这样的事来 寿家也算是有眼光 找了这样一个亲家 如今还想着亲上加亲 寿家看上姚七小姐 恐怕还因为姚七小姐会有丰厚的嫁妆 她虽然知道沈家会通敌卖国 但至少现在沈家没有露出这样的端倪 姚七小姐这次反而还在草梁上帮了忙 倒是姚家 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从前的认知 姚家瘦家 想要做一条绳上的蚂蚱 她就将它们拴在一起 崔毅婷眼前扶起姚七小姐模糊的面容 她让人盯着沈家一举一动 却不会欺负一个十二岁的小姐 崔毅婷脸色顿时沉静下来 曾抚身边下人 将帖子送给寿三老爷 跟寿三老爷说 姚六老爷关在太兴县的大楼 他可以带人去探看 寿院堂接到帖子 收拾好东西直接就奔太兴县大楼 寿氏如同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在屋子里团团转 段妈妈快步进了屋 回来了回来了 寿氏眼睛一亮看过去 都谁回来了 寿三老爷 没有 没有别人呢 老爷没跟着回来 弟弟也没能将老爷从大牢里救出来 寿氏整个身子又瘫软了下来 太太别急 还是听听救老爷怎么说吧 段妈妈低声地劝着 寿氏勉强点头 坐在椅子上等着寿远堂 一炷香的功夫 寿远堂进了门 怎么样 寿氏的眼睛深凹进去 一眨眼的功夫 整个人如同被吸别的柿子 干巴巴地垂着厚厚的皮 寿远堂的神情 没有走的时候那样的意气风发 反而眼睛里带着些许的惊吓 姚一春刺耳的喊声还在耳边 大牢的尽头是行事 有人在不停地喊叫着 姚一春一把拉住他的手 告诉他 朱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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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招了 朝廷会查姚甲 会查姚甲 姜米粮收了 快 姜米粮收了 姚一春紧紧地 端着他的手腕 又疯疯癫癫地喊 完了 都完了 朱英年 惨叫的声音不绝于耳 大牢里一股烧坏肉皮的味道 姚一春满脸的血污 满身的尿臭 一眨眼的功夫 人就被折腾成这个模样 这个崔一婷真敢下手 他走的时候 狱卒还在议论 崔大人说了 将清饭放了 牢房要腾出来 这些日子会有不少人下大狱 放清饭 唐牢房 这个崔一婷不准备 只用朱英年来邀功 三老爷 下人的声音传来 寿远堂转过头去 三老爷 从前收米粮的那些商骨 如今都不敢收了 说朝廷这两日要上门查检 已经有文书下来 先被查检的就是太清县里几个大商骨 寿室瞪圆了眼睛 不受控制地说 我就说 我就说会这样 一定会这样 他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有一天还会愁卖米 这些日子要将米粮卖给沈家时 他还准备好好拿捏沈家一把 谁知道 不过是转眼的功夫 他就要求着人来买他的粮食 难道真的要将米粮都烧了 烧也会留下痕迹 万一烧到半截 引来官府又要怎么办 如果能悄无声息地运出太星 至少还能卖出一些银钱 寿室盲看向段妈妈 让人去找太星楼的掌柜 说我家要卖粮食 段妈妈说 这价格 现在他哪里还雇得上价格 就按他们说的办 好在太星楼的东家有船 不怕运不出去 太星楼就是他的旧性 他的大酒精 好弟弟 你也将手里的草粮卖出去吧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你有事让我怎么活啊 寿室看着寿远堂 那太星楼是山西过来的商家 朝廷一时半刻的不会想到那里 他们的船几日内就要离开太星 这是老天要放我们一马 千万不能错失良机 当我们闯过这一关 以后的事都好说 赔了银钱是没关系 只要人在 将来我帮你一起求娶宛宁 宛宁带着厚厚的一笔嫁妆 你放心 定然不会亏了你 将二老太太送回姚家 宛宁去了沈家 沈静元脸上满是笑容 如今太州府的商骨 只要手里有米粮的 都是人人子味 生怕查到他们头上 多少家都开始不收粮食 就我们家 还像从前一样 沈静元说着看向宛宁 这件事多亏了宛宁 要不然 只怕是要掉进 这朱英年的圈套 太星楼怎么样 宛宁一路过来 只看到有人在排队 沈静太太笑道 哼 你那法子管用了 现在人人都知道太星楼 今天才第一天开张 不知道就要卖出去多少茶 光凭品质好的茶 和别人没见过的茶点 太星楼的生意定然会红火 何况她还用了些营销手段 万宁说 崔玉婷有没有再来查我们家的米粮 沈静元摇摇头 上次差点买了草粮 我就吩咐人多安排了人手 不见有人来查看 崔玉婷是寻曹玉使 是想要抓一个猪应年鸟 还是真的会像李玉使一样 刚正不阿地 将曹梁查个清清楚楚 说着话 焦无应进了门 齐小姐 瘦家人来买粮了 瘦市上当了 焦无应说 我们要怎么办 就将粮都收来 安宁摇摇头 你去跟着看粮 若是草粮 我们不能买 他们一定要买草粮 也不是不行 就还要卖给我们一些 去年存下的旧粮 每年存粮 是要等到草粮都上缴之后 再收购 今年南直立都没有上缴 足够的草粮 哪里来的这么多粮食 所以瘦市才急着 将手里的新粮脱手 否则他是怎么也说不清楚 焦无应说 那能行吗 而且陈梁坐架 再低两成 焦无应一证 管宁说 带着瘦家人去看看我们的船 弄好了 立即就搬上船运走 现在姚依纯在大牢里 瘦市急着要将手里的粮食脱手 一定会答应 沈四太太听着 正愣在那里 她才到姚家时 晚宁就跟她说 要跟瘦市做一笔米粮买卖 现在果然就做成了 焦无应说 若是 瘦家人不答应 晚宁微微一笑 家掌柜就说 我们家在山西有几间酒铺 瘦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说酒铺 沈四太太不明白 既然要买寿市手里的粮食 她怎么也要在这上面下功夫 她不太懂生意 更不知道那些人摊没了草粮 要怎么嚣张 特意让舅舅去查问 晚宁看向了沈静元 舅舅说 要卖草粮是掉脑袋的事 所以 要洗粮 将草粮送进酒铺酿酒 酒铺另收一些正当的米粮 这样一来 谁也不知道 酒铺用来酿酒的是什么粮食 所以她要去年的沉迷 寿市也不会惊奇 反而会觉得太兴楼的东家 深安子道 将米粮交给一个懂行的人 会更加的妥当 姚怡春被抓 寿市虽然在姚家 也像身处大牢之中 恨不得立即找到一扇窗子 从里面爬出来 现在 她就来坐这扇窗子 陈寄然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三爷 咱们要将这些东西都带走 陈寄然仿佛没有听到 下人说话的声音 姚家到底会不会将姚七小姐 嫁给寿文青 如今姚三老也仿佛 不管这个敌掌女 姚老太爷也不太喜欢 这个孙女 姚七小姐还逆着三方 帮姚家二方 握紧了姚氏组长之位 怎么看 这姚老太爷也不会为 姚七小姐的终身好好考虑 就算姚七小姐 现在有沈家依仗 可生母被休之后 沈四老爷不算正经的舅舅 有点嫁妆傍身 又能怎么样 反而徒增算计 她来太兴的时候 母亲提起和姚家的婚事 此次发愁 悄悄地跟父亲说 都怪祖父和姚老太爷定下什么婚约 如今儿子辈没有做成亲家 还要孙子辈来偿还 母亲劝说父亲 反正她年纪不大 不如等求了功名再说 她听了松口气很感激母亲 可是现在 现在她怎么会想起这件事 是因为替姚七小姐不平 陈纪然忽然站起身 旁边的崔义婷正在她手里的剑 做什么去 陈纪然说 不如让人告诉姚七小姐一声 让她想想办法 她能想什么办法 崔义婷抬起头问过去 陈纪然顿时僵在那里 是啊 她一个小姐能想什么办法 陈纪然吞咽一口 可以去求二老太太 二老太太管得了 三房孙女的婚事 陈纪然深深地吸了口气 那你说怎么办 崔义婷站起身 脸上是淡然的神情 寿远堂 能放纵儿子在你面前提起这些 就能让消息传开 不用你送信 姚七小姐也会知道 姚七小姐的性子 又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曹梁和人归您 陈米归他 说着顿了顿 还要二爷答应 将他垫出去的买米粮的银钱 还给他 到底还是让他将事做成了 不用他大费周章 不用他大费周章 直接将米粮送到眼前 让他腾出手来做别的事 从崔家到京城 从京城到太州府 从太州府到太兴 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样的轻松 崔义婷看向廊下的鸟 将东西送给姚七小姐 银钱我会还给他 既然是买卖 就不会让他试本 陈宝觉得奇怪 送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送只鸟 姚七小姐之前送来一只蚂蚱 现在少爷回一只笨鸟 陈宝向鸟挪了挪嘴 这东西送走得好 免得在廊下叽叽喳喳 寿室想要见太兴楼的东家一面 让人将萧掌柜请了过来 能不能和东家说一声 梁价高一些 明年我们家有梁还卖过去 萧掌柜摇摇头 不是东家不肯 如今真的是冒着风险 不要说太兴 太州府也没有几家在收梁 现在官府没有查到我们头上 所以这三天之内才要运出去 太太应该明白 这和寻常是和不同 寿室从来没有觉得 见一个东家这样难 受不然 太太还是想一想再说 眼见交掌柜要告辞 寿室吞咽一口 卖 我卖了 要跟东家说好 这粮食要立即送出太兴 交掌柜立即攻身 别说您急了 我们也急着呢 寿室想想米家 就如同弯心一样的疼 要将囤的米都卖出去 还要低两成的价格 太兴楼是一点点在磨它的血肉啊 寿室将牙紧紧地咬住 他让人买些东西去拜会太兴楼的东家 结果人没见到 还带回来了买沉米的消息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气 他现在偏偏又没有别的法子 也不知道该去求谁 谁能帮帮他 寿室觉得自己如今正躺在墨盘上 血肉模糊 不知怎么的他却想起婉宁的话 卖了就不能后悔 卖了就不能后悔 这丫头好像一早就看到了今天的结果 这个丫头 等她缓过起来 一定要好好地收拾她 小就还有这种黑色的质量 这种黑色的质量 是什么黑色的质量